都过去 哦直接if2和天鹿 在这边房区萨萨先拿到了枪以后 ak 放到了龙斯根 打眼哥 我我旺在这边 sks 有精无险啊六滴血 赶紧补 主要是没有药看楼上有没有 这种崩壁什么的 一枪就挡 嗯 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直接揉起来 然后柏梁是提前已经往马场那个方向去分彩了 然后看看整个 s 康这边那个信息的 是的 通通把加油没人啊 然后现在 旺仔 把小九阻起来 那两人血量确实太残了 小童这个时候再上来 柏梁再赶过来的话 要面对三个人 要没了 没什么意外 是的一下来的话 sasa的那把 ak 很关键 变色 然后发现怎么不对 这么多车都过来了溜了溜了 他要去冲 啊把三鸡头甲给我放地上 哎呦 munky k lín já直接因为一个又不气 然后 被打了 然后把车给卡 抬了一手 然后撞到这个空头上面 有可能啊 还有一点原因 有空头这么近 为什么不拿呢 他刚刚是我第一个队 还在跟CDG 就是去追 自己先往左边走一走 是稍稍稳一手啊 哎呦这边过路 DT和XLG 现在两个人在山头抄 也放倒了 特别 再倒一个吗 一丝 天地地 天地地 风风直接也被撂倒了 是 而两个车位有一点 有一点脱节吧 就是Pero 两个人先过 然后两个人在后面 特别浮起来 这能变成一个一打二 这个火 特别刚起来又被一颗火给烫倒了 而且天地地的身位已经压到近点了 烂人必须要拉出去跟他搬 寄托在了烂人身上 被天地地给撂了 确实最近那边直接也被打成一个残血 这是悟空的枪线 对 白龙马 哦呦 17兽这里直接把三轮也给引掉 引掉以后停车 踩在高点的位置去继续突出 但自己选了很谈 小心 近点的 哦呦 原点的95K 看来悟空确实射程范围很广 MCG也只剩下了零度一人 主要说悟空准啊 这个距离其实说实话挺远的 就是视野比较好 是的 你看这个距离 主要是你看他看见了以后这个身位 就全部暴露移 这种距离对于 可能直接选手来说 稍微会比我们感觉 操作起来简单很多 对 要剪得很多 嗯 现在就看17这边和MCG 还是有机会去扶队友的 哦呦 没问题 直接扶 队友那个位置 封烟 在车后有掩体 对 肯定是躲到这个掩体后面的 TEMBA 对吧 反正是肯定是一个冬切排水 它一律在圈 然后让TEMBA和NVP做它保护伞 然后SMS和悟空也有交叉 把白了马过来 直接被补掉 看这里会有一片争夺 17上这个距离 红点打掉无微 来了 前天盖拉威先倒 但是在车上小海的乙笔打将玉给放倒 今年95k和南少 怎么要他投注吗 觉得算了 今年人太近了 用这个载卷左右开工 罗东泉一个打第一 一瞬之间悟空没了 这个效率也太快了 后续三轮就跟过来 PK男居然是把IV给补了 是的 我这边的话 17真的还在继续的抽麦田上的人 根本不慌不忙啊让你们冲进去打 哈哈哈哈 坐车了 呃还是打上来了 是的 这真的很难待呀 你看不管是天鹿还是rbs 他站起来稍微声位漏大一点点都要被嘎 加羊一丝血 对更有声位一点点 直接伤害是焦羊 拉出来 一个朋友 要转就转个大的 我要来这个坑里面去换分 是的 那天鹿得小心啊 天鹿能够拉出来玩 就是他的左边的山上 一定不会有人的情况之下 是的 看一下这边的牧房 沼泽地附近石漆和4M战队 实际是 缩在了这个房子里面确实外围啊 真的不好缩 这个门缝也不好开箱 再绕 现在在房子外围 近年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来到这个机会 听到声音小北 被小鹿打掉 他还把人头给补了 只剩下了17兽 到了一个非常贵位 进来一个直接打一个 因为门比较窄 所以容易打成第二个人 第一个人容易堵门 是的 你看这边确实是 非常的谨慎啊 他一直是架在这个门口的 是的 我不 嗯 Steven Steven把Cobra给打掉 要吹响反攻 还好高点有烟雾 高点烟雾一散 趴下也没用了 露露 赶紧你倒点鞋 回去帮队有一手 给闪 你手里还有颗雷 先给闪 Steven 嗯 FORM和SMS SMS已经倒了三个人了 不消害 消害 打了两个 只有消害 一个人了 这边竞典也开上了 一瞬之间的话 只剩下了JKXCG 被团灭掉 然后FORM那边也是去 冲了一个满边的SMS 虽然初期的时候 小海打了两个 但是熄火太快了 天霸 依旧狂打瓦在这里 加上旁边的没有HAPPY 是的要赌就赌大的 天霸 直接来到了天霸 会干什么事情 牛要比看到 这个防循非常的热闹 开始点燃 是的 然后牛要比看到 SMS 你别动 是 跟你没关系 你别动 啊 你就在南边麦田 先待着 啊是的 哇 而且他现在讲 看看能不能够配合上 牛要比相线 把这两只给打了 我唐弟弟 窗口 还能打一个吗 有机会的 这个 唐弟弟这把枪 他是很简单的那种爆发 懂了 就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就很简单的枪很硬 就是枪很硬 就他的预秒点是比较好的 要不就是你弄死我 要不就是我弄死我 对 总得分个胜负过来 你看看旁边 的枪线就K的舒舒服服的 是 哦 这个 走位 走的对手都不耐烦了 你给我停 SMS被女孩皮给淘汰了 哇 牛逼四个人 刚好是趁着崔七一封这个 投资物的 timing点的时候呢 tma直接两个人拨过来了 离书这个位置 在找侧生的机会 崔七一直接跳到栏杆上面 下来小不声被听到了 直接对面一喷子喷的 队友不认识了 这一秒都不留 牛逼说别啊别啊 赶紧 一颗手雷结束了战斗 牛逼这一局是拿到12个淘汰成功吃鸡 继续 不认识 突然 有点 有点 有点